在中国能成为省长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原地升迁 二是异地调任 三是中央昆降 原地升迁的意思就是 本省的一些重要的官员 比省长地位低一些的那些官员 升到了省长的那个位置 这种情况是最多的 在现任的中国大陆管辖的31个省长中 有14位是这种情况 原地升迁的概率接近了50% 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图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把31个省级单位的政府一把手都称之为省长 是不准确的 其中有23个可以称之为省长 5个自治区应该称之为自治区的主席 4个直辖市应该称之为市长 但是为了表达简洁 我会把他们统一称之为省长 顺便提一嘴 中国的官员实行的是足级晋升制 所以要想当省长 原则上最低级别的官员应该是副部级 在实际的操作中 一般是拥有副部级顶级实权的那些官员 或者说是实权的正部级官员 然后就是异地调任 它指的是一个省的重要官员或者省长 调动到另外一个省任省长 这种情况也不少 在现任的大陆管辖的31个省长中 有11位是这种情况 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图 第三种情况是中央昆降 这种情况指的是 把某中央国家机关的重要官员 或者说其他系统的重要官员 昆降到某省担任省长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现任的31个省长中 有6位图我也贴到旁边了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 是什么契机让这些官员成为了省长 这里面最重要的契机 就是原来的省长升为了省委书记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在这31位省长中 其中有20位都是因为他们的前任 升任为了省委书记 他们也跟着动了一下 这个升官的契机 占到了所有原因的60%以上 换句话说就是成为省长以后 有60%以上的几率 会升任省委书记 第二种契机是因为他们的前任到站了 他们有可能是因为年龄 或者说是其他原因退居二线了 这种情况一共有6位 占到了所有情况的20%左右 还有其他的几种情况 比如说天津市的原市长廖国勋 他是在镇上去世了 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调任 原来重庆市的市长唐良智 被调任到了安徽政协 去任政协主席了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他实际上算是一种降职 尽管级别没变 但是权力变小了好多 从一个实权正部级干部 变成了一个养老的正部级干部 还有就是前内蒙古的主席 他是因为自己生病辞职了 另外两位分别调任到了 农村部和水利部当部长了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的就是 在哪个位置上的官员 比较容易有机会会被提拔为省长 作为省长接班人的最好卡位是 由毛省省委常委兼的 某重要市的市委书记 一般情况下地级市的一把手 都是政厅级官员 但是某些重要的城市 他们的一把手都是由省委常委兼任的 比如说大多数省会城市 还有15个副省级城市 以及经济特别发达的城市 还有拥有特殊意义的城市 比如说广州 它既是省会城市 又是副省级城市 深圳它不是省会城市 但是它是副省级城市 延安它既不是省会城市 也不是副省级城市 但是它是有特殊意义的城市 它是革命圣地 一般它的市委书记 也是由省委常委兼任的 江西干州市 它纯粹就是因为经济不错 然后由省委常委兼任的市委书记 而这些特殊城市的一把手 是特别容易被提拔为省长的 在现任的31个省长中 有8位是省委常委兼任的市委书记 直接被提拔为的省长 还有6位是省委专职副书记 兼任市委书记 被直接提拔为省长的 以省委副书记 兼任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 这种兼职现象 是从2016年的10月份 开始密集出现的 当然这6位也是省委常委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由省委常委兼任的 重要市的市委书记 有14位被直接提拔为的省长 这个概率接近了50% 在人民的民意中 荆州市的市委书记李达康 想提拔为省长 搞个沙里沛 这个期待还是很合理的 然后有7位是从专职副书记 在镇上直接被提拔为省长的 专职副书记在省委中 通常排名第三 就是说是这个省第三大的官员 他们直接升为排名第二的官员 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然后还有6位是从其他的系统 和其他的部门 调任到某一省当省长的 还有一位是从政协主席的位置 上被调任为省长的 他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这个比较特殊 对于少数民族来讲 统战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位稍微特别一点 他是山东省的省长 被调任到上海市当上海市市长的 尽管从级别和职务上来看 是没有变动的 但实际情况是他升官了 因为很明显 上海市的地位要高于山东省的 还有两位 他们是从常务副省长的位置上 直接升为省长的 从省官的比例来看 常务副省长的位置 重要性在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的就是 省长的奇怪 性别和民主问题 我们经常会听说 山东的干部走四方 山东是捆闷之乡 山东人很爱考官 很爱进体制等等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 确实如此 在现任的三十一个省长中 山东级有五人 是所有省份中最多的 湖北有四人 江苏和辽宁各三人 其他的各省 只有两个人或者一个人 就不多说了 从民族来看 在现任的三十一个省长中 只有六位是少数民族的 除了五个自治区之外 就只有甘肃省的省长 是少数民族的 从性别来看 现任的三十一个省长中 只有三位省长是女性 第五个问题 我想谈的就是省长的年龄问题 还有他们的工作连线 以及他们的工作经历 在现任的三十一个省长中 年龄最小的是六九年生人 今年是五十五岁 分别是北京的英勇 和四川的斯小林 英勇被提拔为 北京市市长的时候 只有五十三岁 他应该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官员 一般情况下 他可以预定一个正国级的位置 斯小林是刚当上四川省省长的 他是名女性 未来他大概率是可以入政治局的 因为中国的女官员本来就不多 可选择的也不多 年龄最大的省长是六零年生人 今年是六十四岁 年龄最大的省长 和年龄最小的省长之间 差九岁 再有就是五十四岁 被提拔为省长的有两位 五十五岁的有一位 五十六岁的有四位 五十七岁的有三位 五十八岁的有六位 五十九岁的有五位 六十岁的最多有七位 六十一岁的只有一位 他们被提拔为省长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七点八岁 并且他们大都是在2021年和2022年幻届的时候提拔的 在2021年被提拔的有二十位 在2022年被提拔的有七位 这说明对于省长的提拔和任用 比以前更为有序稳定和谨慎了 在所有的省长中 他们都是从基层干起来的 大多数都是从工厂出来的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他们大都是六零后 参加工作的时候都是八几年的事 当时的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 搞企业还是比较火的事情 而当时他们都是有学历的年轻人 所以一般都会从工厂干起 也有一些是从某些基层部门干起来的 但是没有一位是从农村干起来的 从这也能看出 以后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肯定是会被降低的 这些省长们在体制内的工作连线还是很久的 最少的是工作了25年 最长的是工作了42年才成为的省长 他们成为省长的平均工作连线是36年 第六个我想谈的问题就是 从这些官员的升迁经历来看 所谓的团派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了 只有五位省长有共青团的经历 但是那个经历都是他们很早期的经历 他们从共青团上来的时候 最大的级别是正处级 并且只有两位 分别是新疆的斯小林和黑龙江的梁慧林 没有像李克强胡冲爬的这种 直接从团中央拉出去就任省长的这种情况 团派的发展和覆灭 其实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在邓小冰他们那个年代都是老人当政 年轻人他们有知识有学历有干劲 头脑还比较灵活 和那些老家伙们比他们是有优势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各个系统中上来的年轻人 都是有知识有学历头脑灵活的 并且他们比团派还多了一些实践经验 所以团派就没有优势了 他们通常也干不过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干部 以后所谓的团派就应该没什么机会了 最后我想谈一下 这31个省长的学历问题 省长们是顶级名校毕业的 不是很多 清华的只有两个人 其中有文科学历的是20人 理科学历的是11人 文理比为2比1 拥有博士学位的有13人 硕士学历的有9人 本科学历的有9人 其中有6人是党校学历 总有人跟我说学历是没有用的 我想说的是别幼稚了 如果你有学历 学历可能是没有什么用的 如果你没有学历 学历就会卡死你 比如我刚才说的 有清华学历的两位省长 分别是北京市的市长 和广东省的省长 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 最后设置一个问题 你认为未来试图最好的5位省长 是哪5位